大家好,歡迎來到我們日更頻道。 有一名本地網絡媒體主播說他不熟不熟, 遊說朋友竟然是投資非法兌換和水貨活動, 事主認為有利可圖投資了6萬1元, 但是疑犯說已經有賺錢,連本帶來還7萬元, 但是事主要求提款但收3萬元後, 跟對方竟然失聯,事主懷疑自己被騙向司警報案。 警方經過調查後鎖定這名疑犯身份, 去到今月16號將他由關閘入境疑犯拘捕, 調查期間有人承認詐騙, 將握到的3萬1元用來做經營直播公司。 涉案的人姓周,29歲澳門居民, 他報稱是網路媒體主播,涉嫌詐騙送去檢察院處理。 他講網路媒體主播,我好像未聽過誰姓周, 又在澳門,29歲, 如果大家有知道下篇留個言話告訴我。 而這項案我覺得最搞笑的是叫人去投資非法兌換和水貨活動, 說澳門最賺錢活動都囊括了, 換錢黨做了, 還有水貨也做了, 雖然只是一個口術是一個騙案來的, 但以現在這個時勢來講, 真是不少人相信的, 所以大家以後都是小心點。 今集和大家看到這裏先啦, 大家有什麼想講呢?下篇留個言就記得訂閱我們頻道啦, 下集見啦,拜拜!